讲是深蓝色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颜色是深蓝色呢 这根密称 要经过这个密称来解释 因为我们讲 这个佛的法界 佛的法界有三密 就身与意 三密 密就秘密的密 三密 那么其中的这个意之密 那么是我们说佛的密意呢 是永恒或者是说不变的 是永恒不变的 那么为了要表示 这个佛的密意是永恒不变的呢 我们就要用一个颜色来代表 那么世俗当中呢 世俗的人们呢 就应该说是觉得说这个虚空 虚空是最永恒不变的 那么虚空的颜色就深蓝色的 所以说为了代表这个佛的密意 永恒不变 所以那就以这个深蓝色来 作为这个帽子的颜色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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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